丰年期的报道结束了龙岩片的报道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三明 看病男看病贵是摆在脱贫攻坚道路上的一道障碍 为畅通脱贫路三明市积极推进健康扶贫工程 全面建设紧密型一连体减轻群众看病负担 让贫困人口摆脱因病治贫因病反贫的苦恼 三明一改进一步走向全国 早上八点 记者跟随三明市由西县总医院西城分院的家庭医生一起出诊 到他们签约的贫困户纪美娇家中进行随访 对家庭医生早已十分熟悉的纪美娇一家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吃太多 他跟糖尿病又有充足 也不能吃 这个可能我觉得个人建议还是中医调理可能有点用 村里面家庭医生包括那个镇里面的卫生都走了 电话号码率有的时候我们不懂的或者生病的 有的时候我们就向他们去执行 能够得到及时的育后关注 这是三明一改健康扶贫工程的末端环节 对于贫困家庭特别是罹患重大疾病的贫困户来说 在疾病治疗初期能及时解决医疗费用问题 才不至于让病根变穷根 纪美娇是省定扶贫低保对象 家庭收入不高 在他确诊患上尿毒症后 一年五万多元的治疗费 曾一度令这个家庭一筹莫展 得益于三明市利用医保资金结余 为贫困户提供的精准扶贫医疗叠加保险三道补助 纪美娇一家人的生活逐渐好转 就拿2019年纪美娇的治疗费用来说 他看病花了五万两千六百七十九元 通过基金支付 医疗救助 叠加保险等其他补助 累计报销五万两千一百一十三点三六元 随着病情得到控制 现在纪美娇能够操持一些简单的家务 而她的丈夫曾凡辉除了种植水稻 还打算闲时在附近工厂打打零工 这样既能安心做事又能及时照顾妻子 目前三明市自创的精准扶贫医疗叠加保险三道补助 已在全市推广实施 2019年 这项基金共支出158.52万元 2020年以来 全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住院分类救治 共880例 累计救治1029人次 自付比例为4.66% 门诊救治7506人次 自付比例仅为3.5% 没有健康就没有小康 三明将健康扶贫作为脱贫工作的主抓手精准失策 让贫困户吃下定心碗 更加坚定了战胜疾病笨小康的信心 打赢脱贫攻坚战 正需要更多这样的先行先事 为拔除穷根提供更加创新有效的经验做法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